敏岳王吴朱与岳东海王瑶 他们的先辈都是岳王巨剑的后裔 姓邹 秦国兼并天下后 他们都被废除了王的称号 成为首领 将他们的领地方改设为敏中郡 等到诸侯反叛秦朝时 吴朱 瑶带领岳人归顺了脖阳县令吴瑞 吉人们所说的脖军 追随诸侯消灭秦朝 在那个时候 相级掌握大权 没有封吴朱 瑶为王 因此他们不归附楚国 汉军攻打相级 吴朱 瑶带领岳人辅佐汉王 汉五年 前202年 重新将吴朱立为敏岳王 让他在敏中就地称王 在东野定都 校会第三年 前192年 列举高地十岳人的攻击 认为敏君瑶的功劳很多 他的民众愿意依附他 于是立瑶做东海王 在东欧定都 世人俗称他为东欧王 几代之后 到了校警第三年 前154年 吴王刘碧造反 企图让敏岳王跟从自己 敏岳王不愿意随从 只有东欧王跟从吴王 等到吴王失败 东欧王接受汉朝的重金收买 再单独刺杀了吴王 因此都没有被惩罚 回到了自己的国中 吴王刘碧的儿子刘子鞠 逃亡到了敏岳 他怨恨东欧人杀害了他的父亲 常常劝敏岳王攻打东欧 到了建元三年 前138年 敏岳出动军队围攻东欧 东欧的粮食消耗尽了 非常窘困 将要投降 于是派人向皇帝告急 皇帝向太尉填坟征求意见 填坟回答说 岳人之间互相攻打 本来是常有的事 他们又多次反复无常 不值得劳烦中原朝廷前去救助 从秦朝开始就抛他们 不把他们作为从属国 于是中大夫庄著 责问填坟说 只怕力量小不能救助 恩德浅不能庇护 假如确定能够 为什么不管他们 再说秦朝连咸阳在内 全都抛弃了 更何况是丢弃越国呢 现在小国因为窘困 而来向陛下告急 陛下不加以援救 那他应该到哪里 去诉苦告急呢 又靠着什么来养育天下万国呢 皇帝说 太尉不值得在一起谋划 我刚登地位 不打算拿出虎符 调发郡国军队 于是派庄著持福节 到会计调发军队 会计郡太守 想拒绝不给他派军队 庄著于是斩杀了一位军司马 让人们知道皇帝的意愿 于是会计郡太守 才派兵渡海救援东欧 还没有抵达 敏越王就带着军队离开了 东欧王请求把全国民众迁徙到中原来 于是就带着全部民众迁来 居住在长江和淮河之间 到了建元六年 前135年 敏越攻打南越 南越遵守与皇帝的约定 没有私自派兵还击 而把这事报告给皇帝 皇帝派大型王辉从豫章出兵 派大农韩安国从会计出兵 他们都担任将军 军队尚未越过阳山岭 敏越王颖派军队在险绕之处抵御 他的弟弟于善于氏和丞相 宗族人商议说 我们的国王因为擅自派兵攻打难院 没有向皇帝请示 所以皇帝的军队来征讨 如今汉军人多而强大 现在就是侥幸战胜了 日后前来征讨的汉军会更多 直到消灭我们国家为止 如今杀了国王来向皇帝谢罪 汉朝皇帝如果接受我们的请求 就会停止进军 就一定会使敏越一国得到保全 如果不接受 我们就奋力作战 如果不能取胜 我们就逃入大海 大家都说 好 于是就用毛锦杀死了国王 派使者把他的头送到大航王辉那里 大航王辉说 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诛杀冬月王 现在冬月王的人头已经送到 又谢了罪 不用战斗就除掉了祸害 没有比这更大的好处了 于是以灵活处理的方式 终止了军事行动 并通知大农韩安国的军队 又派使者捧着冬月王的人头 及时向皇帝报告 皇帝下诏让两位将军的军队 停止军事行动 说 冬月王赢等率先作恶 只有无珠的孙子姚军丑 没有参与这个阴谋 于是派狼中将前去将姚军丑立为月瑶王 主持对敏月先祖的祭祀 于善杀了尹之后 他的威时传遍全国 国民大多依附他 他就私自称王 瑶王无力纠正 使他的不重实证不邪 皇帝听说后 认为于善的事不值得出动军队 说于善几次同颖阴谋作乱 而后来率先诛杀了尹 令汉军不必受劳苦于事将于善立为冬月王 与瑶王一同并存 到了原顶五年 前112年 南越反叛 冬月王于善上书 请求率领八千名士兵 跟随楼船将军攻打吕家等人 他的军队抵达接阳时 就以海上有风浪为借口 停止步前 采取观望的态度 暗中派人勾结南越 等到汉军攻克了藩鱼 冬月的军队也没来 此时楼船将军杨蒲派使者向皇帝上书 愿意成便率领军队进攻冬月 皇帝说士兵劳顿疲倦 没有同意停止进军 命令属下的校尉 驻扎在豫章的梅岭等候命令 原顶六年 前111年 秋天 于善听说楼船将军请求朝廷征讨他 汉军已经逼近冬月的边境 即将打过来 于善于是反叛 派军队在汉军将要路过的地方抵御 他给他的将军邹历等人 加了吞汉将军的官号 攻入白沙 武陵 梅岭 杀了汉朝的三名校尉 此时 汉朝派了大农张成 元山州侯刘齿率领军队囤住 他们不敢进攻冬月军队 退到安全地带 都因此犯了怯懦为敌的罪而被处死 于善克了武帝的应洗而自称皇帝 欺骗他的民众 散播荒谬的言论 皇帝派横海将军寒说从巨章出兵 渡海从东边前往 派楼船将军杨仆从武陵出兵 派中尉王文书从梅岭出兵 任命归顺汉朝被封侯的两个南岳人为戈传将军和夏赖将军 从弱邪白沙出兵 元丰元年 前110年冬天 这些军队都进入了冬月境内 冬月一直派兵在险要地方抵御 派迅北将军守卫武陵 击败了楼船将军的几个校尉 杀死了掌地 楼船将军带领前唐人元忠谷斩杀了迅北将军 被封为玉儿侯 他自己的部队没有前往武陵 元冬月眼侯乌阳此前居住在汉朝 汉朝派他回国去劝说于善 于善没有听从他 等到横海将军的军队率先到了冬月 月眼侯乌阳率领乡议中700人反叛冬月 在汉阳攻打冬月军队 他和剑城侯敖及其部下 与遥王居鼓商议说 于善率先作恶 劫持我们这些人 现在汉军到来 人多是强 如果设计杀了于善 各自投降汉朝的将军们 或许能侥幸得以免罪不死 于是就一起杀死了于善 率领他们的部众投降了横海将军 因此皇帝封瑶王居鼓为东城侯 十亿一万古 封建成侯傲为开陵侯 封月眼侯乌阳为北侍侯 封横海将军寒说为暗道侯 封横海校尉刘福为辽暗侯 刘福是承阳贡王的儿子 原来是海长侯 因为犯法失去了侯爵 过去参军没有功劳 由于是宗室子弟的缘故而被封侯 其他将军都没有战功 没有谁受封为侯 冬月的将军多军 在汉军到来之时 就抛弃军队投降 被封为无锡侯 于是皇帝说冬月地方狭隘 多显耀之地 敏月人一向强悍 多次反复无常 下诏命令军官们 带领所有这些地方的民众 迁徙到江淮一带居住 冬月一带于是空虚了 太史公说 越国首领虽然是蛮夷 他们的祖先 难道曾经对百姓 有很大的功德吗 为什么会传承这么久远呢 经历了几代都一直当君王 巨剑还曾一度称霸 然而于善尽之大逆不道 国家被消灭了 百姓被迁走 他们祖先的后代 姚王居谷等人 还依然被封为万户侯 由此可知 越国首领世世代代当公侯 这大概是下雨所一流下来的工业吧